MTS-TMJ739 今天要介紹MTS-TMJ739 如何調整它的頻道間隔數 可以看到我們現在調整頻道 它都一次跳10格 看到嗎?10K 有時候如果我們想要調整一些比較奇怪的頻道 好像還有.5的那一種 那就要調整它的頻道間隔數 那調整方式就是中間這一個 SET鍵我們按下去進入選單之後 那我們旋轉 頻率旋鈕旋轉到選單28STEP 那我們按進去 就可以選擇我們要的間隔數 那在機器它間隔數選擇很多 假設我們選擇6.25好了 那我們按壓一下頻率旋鈕 SET推出選單 這時候你旋轉 它就會一次跳6.25 看到嗎?跳6.25 只是在機器呢 它比較奇怪的是 它不會顯示那個0.25的部分 它最小的尾數就是5 看到嗎? 最小的尾數就是5 它不會跳6.25這個部分出來 0.25的那個就不會顯示 它最少就是顯示5 那可是一般來講 我們比較不會去調整到這種頻道 還是會建議你用10格 10格會比較好 比較不容易被干擾 那我們SET進入選單 STEP 頻率旋鈕按一下 選單28VT 那個頻率旋鈕按一下 進入選單之後 旋轉頻率旋鈕 選擇10K 然後頻率旋鈕按壓確定 SET推出選單 這時候就回覆到我們一次跳10格了 以上介紹給大家 謝謝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接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喔